这是佛菩萨在劝我们的 上面所说的 真听清楚了 真听懂了 你应该要发无上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真心 真想到极乐世界 真想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心发了之后 你就要专业 一切识一切出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全放下了 你真到这个境界 往生到西方 随时可以去 你像我现在去 阿弥陀佛里面信息就收到了 他离开就来 就来接引你 一点障碍都没有了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时候去 这个权决定在自己 不操在别人手上 不是在阿弥陀佛手上 是在自己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只要你有真心 真愿 阿弥陀佛大师 讲得好 可以给我们做真 阿弥陀佛大师 你一头要解里面说 能不能往生 全在幸运之有 没说念佛 你真心真愿意去 你就决定得神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平位高下 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情 所以念佛功夫是极乐世界是平位 你的功夫深 平位就高 功夫勤 平位就低 讲得真清楚 真明白 说再说 西方极乐世界平位 可以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是障碍 不要去理会它 真心切愿 就像欧耶大师说的 下下平往生 我就很满意了 为什么 下下平往生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约知菩萨 这还得了吗 阿维约知菩萨是什么 上上平 这个意思不就说 下下平往生 到了极乐世界 受上上平的待遇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 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其他祝佛插头里都没有 这个事情只有极乐世界 下下平往生 上上平待遇 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 绝对不是欺骗我们 他远远都成就了 远远都圆满了 所以到达极乐世界 你就看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所以我们真的清楚 真的明白 应不应该发愿 真的是应该发无上菩提心 应该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专念极乐世界 别的都别想了 想别的都叫妄想 都叫障碍 那极乐世界 文文荡荡我们拿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